这是最令人为之感动的中朝友谊 1950年 毛主席一声令下 志愿军入朝作战 帮助朝鲜赶走了美国 这份恩情 朝鲜一直铭记于心 金日成更是几乎每年都会给毛主席送来礼品表达慰问 1954年春节前夕 金日成不远千里为毛主席送来了24箱苹果表达新春祝福 自抗美援朝胜利以来 毛主席的国际声望大大提高 许多别国领导人都会给主席送上精心准备的礼物 而对于这些礼物 毛主席从不经手 全部由卫市长寄清礼丹 随后便上交给中央专属部门保管 这次金日成送来的苹果 卫市长李延桥记录好后犯了难 毕竟水果是放不住的 无法交工 于是毛主席便吩咐 快过年了 把苹果送给警卫部队吧 就这样 24箱苹果被送到了警卫部队 战士们都十分高兴 可打开纸箱后 大家都愣住了 无一人敢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金日成精心为毛主席准备的一份新年礼物 24箱又大又红的苹果 众所周知 无论是谁给毛主席送礼物 他要么拒绝 要么就是交工 而这次由于是十令水果 因此毛主席决定将苹果分发给警卫部队 趁着过年让大家开心开心 苹果送到部队后 每个人都很高兴 可就在打开箱子时 大家都纷纷愣住了 只见每个苹果上都有一行字 毛主席万岁 怎么擦都擦不掉 原来这些字早在诱果时便写在了上面 被紫外线照射后 显印尽表皮 因此擦洗不掉 足见金日成准备礼物的用心良苦 战士们犯了难 这时有人提议 干脆保存下来 天天可以闻到苹果的香味 可是也保存不了太久啊 烂掉了岂不是更不好 一时间 大家吃也不是 不吃也不是 李银桥无奈便将这件事汇报给了毛主席 那么毛主席是如何回复的呢 这是一份最特别的礼物 1954年春节前夕 金日成为毛主席送来了24箱苹果 每个苹果上都印着毛主席万岁五个字 不知情的毛主席宁人将苹果送给了战士们 大家看着红通通的苹果 却无一人敢吃 卫视李银桥也十分无奈 便将此事汇报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听后皱起了眉头 说道 我就不喜欢这个口号 哪有人能活一万岁的 随后他挥了挥手表示 既然活不到 那就吃掉 就这样 这24箱印着毛主席万岁的苹果 被警卫一中队的战士们一一分发吃掉了 大家都十分的开心 春节期间 毛主席来到警卫一中队 看望战士们 笑着问大家 带有毛主席万岁的苹果味道怎么样呀 大家被主席的这句玩笑话 臊得面红耳赤 这时 毛主席哈哈打笑道 哪个能活一万岁 吃掉了万岁 你们过了一个好年 你们看多好 在这里向和蔼可亲的毛主席致敬